黑妹这么早就在给我收拾衣服了呀 我这样明天才出发 先收拾去嘛,到时候没人那么慌的 我看好像全都是长裤子啊 三条长裤,拿了一条短裤 其实我在家还比较习惯穿短裤 这长裤子穿的热不热有这大夏天的 那广西那边也热有南方 我觉得这种场合穿长裤比较正式一点 该去整一套西装打个领带 感觉是不是拿的太多了 总共去三四天拿四条裤子 那衣服有几件 三件 那还应该再拿一件,我不用洗了 一会儿我给你找嘛 哎呀,这成年人拿个一两件 洗了就干了呗 我嫌你觉得麻烦嘛 要洗的话 是我背回来我给你洗 这包能装下不,还要装电脑这些 能装下这里还有一个 那个装电脑的位置 行 去背了试试看 看合不合适 合不合适都这样 咱家总共就这一个包 走喽,出圆门喽 哎呀,还合不合适 到时候还要装满电脑啥的 先这样吧 这这还早得很明天的生意啦 黑王 我再三叮嘱你啊 这一次你一个人出圆门 是你一个人啊 身份证呢 还有那些证件什么的 千万别搞丢了 不然的话回不来哟 这玩意儿黑王把我说的像三岁小孩一样 还人别搞丢了 其实不是我提醒你 是真的 他第一次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去上个厕所回来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我们要登机了 他把登机盘搞丢了 记得吗 确实好多年了 那是 也怕有10年了 那不是上厕所 我跑到那个洗眼室里面去 抽了支烟 抽了回来马上登机了 一摸我放在那个牛仔裤裤裤里面的 就不知道在哪里丢了 后来还去补办的 这一次我一个人出门 一定要 反正 多摸又摸 别搞丢了 和黑妹结婚15年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 一个人独自出远门 以前没结婚的时候呢 我补鱼嘛 也没有出过远门 后来出远门都是和黑妹一起的 这一次是因为收到了官方平台的邀请 去广西桂林那边参加几天活动 明天22号出发 25号就回家 几天的时间 还是有点不熟 因为第一次和黑妹分开 干脆这样吧 黑妹我要出门几天 我在冰箱里面找点东西来 多给你们做几个菜 你们放在冰箱里面热来就可以吃了呀 是吧 我们自己也会做呀 你这整的感觉 好像你出门了我们就不吃饭一样 那我不做啊 不做我们自己会做只不过 比如说口味呀 那些没你做的好吃而已嘛 饿不着放心吧 行 昨天晚上下雨了 感觉今天特别凉快 干脆我们搞点豆豪来吃吧 要得 好久没吃豆豪了 这个豆子面面 还陪我们去了西藏去了 新疆又带回来了 当时忘记了买那个蛋白 就是卤水 没的卤水的在那边买不了 在西藏和新疆我们都去看了 没的卤水卖的 所以说又把它装回来了 够了不 三碗差不多吧 差不多了我也不晓得呀 三碗够了 拿点这种温水来给它泡一下 这个要泡好久 泡不了多久 我心想泡个一天一夜的话 啥时候能吃掉这豆花 那泡一天一夜都吃不了了 看昨天的我们操演了 看昨天的我们操演了 二十五消灭的群杉猾身躲在心态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 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 只是那个夜晚 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 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 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 越美好越害怕得到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 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 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 却提醒我 勇敢是什么 当我朝着返方向走去 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 抖着肩膀哭泣 问自己在哪里 这没有经验呢 整个豆花整了几个小时了 还不知道成不成功 这个好像没得好成功的 这粉呢 多弄几盘可能就会了 连都连不起来 这个 虽然说这个豆花没整天成功 但是还是至少像那么一点点豆花的样子 只豆花就要下白酒 整半杯白酒 有没有味道怎么样 可以 还是很安逸 就是有点粉 棉杂性不够 下盘再弄的话 怎么把它弄棉杂一点就八十 爸爸你来会出发呀 明天没 对头明天出发 一会妈妈没给你路 你跟我住安全呢 我晓得 晓得的话